大家好 我是混水 欢迎comment like share 最重要就是按一按订阅的小铃铛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金融的黑幕内幕真相和分析的话 也都欢迎订阅我的patreon 最近我的patreon就教别人如何利用个人理财财机 可以免息分期套大概超过30万左右的数出来 都帮助了很多人在现在一个经济困难的阶段度过难关的 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订阅我的patreon了解多些 我也都开通了payme的点场和打伤服务 所以也都希望可以得到大家的支持 今天我就想跟进一下刘世良和陈翘叔版权风波的一些最新发展 因为在星期六日都有海量的information就爆了出来 比如萧生他就终于有一个立场的取态 陶杰也都有一个立场的取态 但是陶杰的立场取态他就很聪明 他就放在patreon那里 所以我就尊重他 既然他patreon也说明不希望在公开那里流通的话 我想我就关于陶杰才子的一些分析 就放在patreon那里 就是patreon来patreon去 这样会比较好一点 因为陶杰也有提到一些关键的人物 我也都认识了那些相关的关键人物 所以我也希望可以补充整个故事的部分 但是我也尊重陶杰既然他不想公开讲 我当然也不会公开那里去补充一些他的说法 至于肖三的那个直播是非常有趣的 因为那个直播 理论上又不是只说刘世良和陈翘叔之间的风波 但是那个说法当然也很有参考价值 那我们之后会分析多一点 但是那个直播其实是有一系列的地图炮 首先刘世良和陈翘叔的风波当然他有提及 但是他随之之外也有提及到刘定堅 刘世良和陈翘叔的风波也有提及到刘世良和陈翘叔的风波 所以其实是一个地图炮 但是我就为陈翘的防御 因为萧生其中一个指控陈翘就说他见到有钱人物 就拆了鞋子、卑躬屈室 但是我自己的观察就不是的 因为我都跟陈翘见过一个千亿富豪 而他跟那个千亿富豪之间的那个相处取态 我是目睹的 但是这个部分我就无谓公开去说 但是就不是萧生那一种的说法 反而我就很紧张的 因为那个富豪有一个很特别的气场 那个气场是令到我的人很紧张 还有那时候我都很小过 都是20岁左右 而且是那个场合要讲英文的 所以本身我面对那个有钱人我都已经够紧张 然后还要讲第二个语言 所以我都是很简单地说完我要讲的那些东西之后 就完成了整件事我就算了 那我也都没有特别跟那个富豪有太多的对话沟通 但是这个部分我可能我之后就在Patreon会再讲 那我就还回桃杰小小的清白 可能当时他跟萧生见到有钱人的状态 是萧生形容的那个面口 但是我见过的那个有钱人和陶杰在同一个场合的时候 他不是那个面口 但是anyway 这些可能不同人有不同的combination 有不同的interaction 有不同的火花 但是都跟这件事无关的 这里轻轻大过就算了 其实我今天最想补充就是关于消息的档案 罗恩惠导演他访问了寄协十二难的一些说法 那个访问是很值得大家去看的 因为罗导演他在做这个访问之前 他已经运了南组的warden 也就是他们做版权资源管理的一个重要的人物 那那个访问基本上都已经拆了刘世良所有说法的漏洞 基本上他肯定了南组在一个被欺骗的情况之下 就同意了这一种这样的合作方式 而这一个被欺骗的情况 我就从来都不敢说到太尽 一直以来我都将这件事定性为一个版权风波 但譬如好像李慧玲 他们就说得再尽一点 他说这个是一个骗局 是一个诈骗 那李慧玲他说的那些理据呢 我都是同意的 但是是否那个定性呢 我就不敢下一个这么厉害的一个结论 那就是大家看官就自己去决定是否一个诈骗 那我就不要把这件事说得这么死先 那我都是觉得是一个版权上面的一个风波 那但是你说那个是诈骗呢 其实呢都不是说错得了的 原因就是因为我之前都分析过了 就是两个星期前 其实已经有很多证据是显示 而刘世良夫妇是左稀右门的 首先左方面呢就是稀门这个的南华早报 右那方面就是骗了陈喬叔 那他是在玩一个两头门的 strategy 那这个的分析呢我之前的YouTube Podcast都说了 那就无谓再补充了 那现在罗导演访问了阿Walden 只不过是强化和拿一些证据去confirm 这一种的说法 那这个confirmation呢 也就是Walden的说法呢 是更加显示刘世良夫妇当初呢 是有组织有目的有预谋有安排地去策划整件事的 那所以就不是你说到那么简单 就说不记得了些什么签文件 或者有些位置做漏了 不是那么简单的 是一个铺牌来的 铺牌呢 是起码了几个月的 那所以这一件事呢 就绝对不是 大家只想 是否有些手组上面做得不好呢 因为萧生呢 就强调这些手组 程序上面做得不够的地方 那但是你看回整件事那个 chronological order 是发生了接近一年的 那所以整件事就绝对不会是 就这样说 做漏了一个程序那么简单 那所以这里就补充一点点 那至于罗导演访问岑尔兰的那个说法呢 到底是怎样呢 很长的 大家去看吧 简单来说 又是一巴一巴这样 盖下去劉西略夫妇那块面那里 就是指证出他们当初是说了很多的大话 为什么会涉及记协 为什么会涉及一个叫做聂德堡的人呢 我都经常怕自己会说错了聂德权 聂德堡这个人呢 原因就是在于 刘世良和陈翘叔本身不相识的 而当初呢 因为陈翘叔是一个鼎鼎大名 有江湖地位的新闻记者 摄影记者 所以记协呢 他都想做一个回顾访问 就打算去安排一个人去访问陈翘叔 而刚巧呢 当时呢 聂德堡 就是这个记协总共事 所以他就做了这个linkage 他就说 刘世良可以去加拿大那里访问陈翘叔 他就举战了刘世良 结果呢 就产生了后续的风波 就是刘世良的确访了陈翘叔 但是那篇访问呢 是一稿两头的 有点不道德的 因为理量上是记协 找你去写一个访问 那那个版权应该是记协的 但是结果他就 先放在苹果日报 之后再放在记协 所以在这个层面呢 你都会见到 刘世良他的版权意识 是挺薄弱的 就是明明人家请你去访问 结果你一告两头都算了 这一样东西都已经不道德了 作为一个媒体人 是很不道德的 另一方面呢 你还要是先出了苹果日报 再给一份稿 记协 那这个就是 有些人整理回事实出来的 那另一方面呢 就是当做了这个访问之后呢 就开始发生了那些什么 拿USB啊 之后陈翘就在未有被知会 未有授权的情况之后 就出了本书等等 那所以整件事的第一因 就是因为有记协的参与 就是记协想去访问 结果呢 就跟刘世良夫妇过重实物的聂德布 就做了一个这样的安排 然后就发生后续一列串的风波 那所以呢 换言之记协是被人拉了下水的 那而记协被人拉下水呢 我相信记协那帮人呢 都是很生气的 因为本身这件事就是说 陈翘叔和刘世良之间的风波 那但是刘世良呢 他为了帮自己辩护 所以他就在一条所谓 自己八分钟自白的片那里 就讲到自己多么冤屈啊 就说我和南华早报有版权 从来都没有人 选择你和南华早报的某部分内容 是有版权的嘛 只不过你都有标识到 陈翘叔其他的内容而已 那然后他也都拉了 那如果记协下水呢 就说我和聂德宝有些WhatsApp的对话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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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所以记协呢就被人拉下水 那结果被人拉下水的情况之下 那记协当然要澄清 他都要Defense自己的机构 那那个澄清呢 其实简单来说呢 就是他们都不知道 聂德宝是做了这些事情的 甚至乎有很多和陈翘叔那些什么出版啊 或者做了那些什么相展的部分 就是相展是没有发生的 就是换言之呢 当初刘世良呢 为了拿到那堆相的版权呢 他只是做一半就不做一半 是的 本书他出了 那些钱他贴了 那但是呢 你说要做一个艺术相展的回股 这个部分他没有做到的 那所以呢 他只是做了他可以赚到钱的那个部分 另一个呢 赚不到太多钱的部分他没有做到 记协呢 就被人拖了下水 那而根据沈以兰的口供部分呢 就是因为刘世良他是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 他出事了他和聂德宝之间的WhatsApp对话 就说明啊 开了些会啊 又不知道大家有聊了些什么等等 但是沈以兰是完全确定了是没有发生这一回事 那所以呢 其中一面呢 一定是在说大话的 那而我是偏向相信呢 沈以兰是没有说大话的 那而到底有没有办法证实哪一个有没有说大话呢 那一个关键就是在于这个聂德宝 他有没有站出来说话 那么so far他到现在都是不站出来去说任何话 那而沈以兰也都补充了很多的部分的就是 有很多关于刘世良所谓要出陈翘上习的那些的部分呢 是聂德宝离开了记协之后呢 都继续进行的conversation来的 那所以整件事呢 和记协呢是无关系 聂德宝他是用着自己personal的时间 personal的capacity去做这一件事的 那但是呢 整件事又被人觉得好像是记协endorse了刘世良 去出这一本上习 而记协就觉得心中有气了 那所以呢就还回自己一个这样的清白了 那首先这件事呢就大致上呢还原了这么多了 那我都建议大家上回去消失的档案facebook page 看回罗导演怎样访问沈以兰的那个说法 那那个呢就是最精准一切以那个为准 但是呢根据回这个口供呢 其实呢那个关键人物呢就是聂德宝 那聂德宝呢是由始至终都是没有开过声的 那我现在这里呢也都公开呼吁 聂德宝你一定要出声 你出声呢不是为了社会公义那么简单 而且也都是为了你 因为呢当然我们是要很感激 罗导演他还原了的真相 也都要感激回沈以兰他作为一个人证 说出他的那个版本 令到件事可以多了一些的内容 多了一些的证据去证明 刘世良夫妇是有一些miss conduct 的地方 我不敢说是盗舌 即是免得把这件事那么进 是一些miss conduct 的地方 但是呢现在刘世良夫妇呢 是被人逼了去长角的了 虽然罗导演你是还原了一件事的真相 但是呢同一时间呢 也都呢令到古惑的刘世良夫妇呢 是有机会将所有的责任呢 推卖给聂德宝身上 因为现在聂德宝就是成为了 记协和刘世良之间的中间人嘛 那现在刘世良是已经去到生死存亡之臭了 被人逼到卖长角的了 那么他要自保的话 你不排除他会将所有责任 推卖在聂德宝身上 因为沈以兰的说法呢 其实间接呢都显示了就是 记协中间都有很多的miss communication 又或者如果用回 就是spin doctor的那一种技术的话 他可以说到 记协当中呢是有很多internal problem的 有很多corporate governance problem的 他可以抹黑到记协去一个层面的 如果站在spin doctor的那个角度 或者自保的角度的话 那而聂德宝呢 你为了自救 为了不要被人抹黑的 你一定要站出来说 因为有一些人 他可能为了帮自己撇清或者帮自己洗白的话 会将所有责任推卖在你身上 因为譬如站在 就是吃债夫妇 他说喂 就是记协的人 我真的不直接认识 我只认识你了 聂德宝 聂德宝你说什么 我就信你说什么 因为你是代表记协跟我说的嘛 那所以现在出了一个乱子了 那其实聂德宝 就是因为你当初误道了我 所以我就信了你 结果不是发生了后续那些事情 他是可以这样去推唐的 而当件事牵涉的人太多的话 公众就不会想关心得那么多 因为现在说的 有很多人是involved了的嘛 陈翘叔当然是最重要的对象 但是也都有罗导演 也都有岑以兰 也都有坑珠 陈允文 王勤大 还有一堆人有波登 你当整件事involved到太多人的时候 虽然说公道自在人心 但是人心都是欲造的 不是每一个人都有那么大的心力去追求真相 太多人太乱太多information的话 就会令到有心人可以操控这些information 譬如现在聂德宝的角色就真的很关键 所以你一定要早过刘世良夫妇澄清之前 你要站出来为自己defense 不是就只为社会公义这么简单 你如果不帮自己defense的话 就是壮士断臂或者被人拉到泥兆的就是聂德宝你 你一定要帮自己澄清 如果不然他可以有很多的说话技巧 语言技巧 将所有东西都推傲在你身上 因为刘世良是的而且确 他是透过你才可以做到这个project 而你如果消失了的话 他就很大的动机 或者由人将所有东西都移动在你身上 所以聂德宝你要自己小心行事 自己想清楚是什么时候应该去发声 如果不是的话 你将会都挺麻烦 那么首先也都希望大家可以多些CRS comment like share 和按一按订阅的钟仔这个非常重要 除此之外 我们也有一个YouTube的80元会员计划 这个80元会员计划是会解答大家所有的问题的 所以就留意去问 我们每个礼拜都会解答的 那你问我多少问题 留多少次言 我们都是会回答的 那就非常之划算 也都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那除此之外 我也都有一个pay me code 就放在影片的左上角 和也都放在comment和capture那里 那如果大家觉得我们的影片做得好的话 也都欢迎去打赏 那我们也都会多谢一下打赏了我们的朋友 那这个是一个点唱环节 就是如果你们有一些message 希望借我们的平台可以说出去的话 那便欢迎pay me打赏我们 那我们也都会将你想说的message 就叫做公布开去 那所以呢 如果你有一些特别的东西想点唱 想我说出来的话 也都 feel free去pay me打赏一下我们 那只要不犯法的话 任何东西我们都可以说的 还有就在除了我们有这个pay me之外 那我也都有一个patreon订阅产品 那patreon订阅产品就会爆很多黑幕内幕 还有最近有一个30万面试套演的才记 那我就放在patreon产品那里了 那具体的做法呢 你就要订阅我最高tier 就是95元或以上的tier 你才听得到到底那个具体的操作是怎么样 因为都有一些复杂的 我用了超过一个小时的时间去解释整件事 那但是如果你想听一个简单的version 那你就订一个简单的版本 但是那个简单的版本呢 你得到的东西当然是简单很多 那大致上可能没有以前那么优惠 但是如果你想听一个复杂一点 令到自己那个财务再松动一点的 就是理财财技的话呢 你就要订阅我一个比较高阶一点的版本 因为一个月可以套30万面试 还可以分几期去还 然后还可以每个月再套演的话呢 这个财技都相信优惠了很多人 甚至乎我是教别人有一种税务缴交的方法 是可以一月的税是透到五月去交的 那也都令到很多人都舒服了很多了 那我想这些东西就 大家可以再订阅我多些或者了解多些这样 那除此之外呢 阿然呢 我就教别人怎样省钱 又或者教别人怎样可以做好些理财财技 最近 那赚钱的东西呢 就反而阿然就更加劲一点 虽然我都赚到很多钱 最近在Fortune Inside Prime里面的股票都中了很多 那但是阿然呢 他的那个投资回报就真的非常之厉 这个月都捉到几只呢 是两三日前买就立即有一个爆炸性的回报 几十个percent 那然后在上一个月的美股也都升得很厉害 有几只呢 都是可以升到过倍的 那如果大家真的要把握一个机会的窗口的话呢 那你就可以在下面Google 还有就是有张Google link 那在caption和留言那里填上一张form 那就和阿然了解一下他的那个投资策略等等 就和他了解一下沟通牙 因为我自己都相信呢 真是这一年怎么也好呢 你一定要找到个方法去换多些钱 因为今年的机会窗口就只有现在这一刻 之后的四年呢我相信是会比今年更加难去换到钱 那大家一定要好好把握这个机会这样 怎么样呢